前总统川普因为试图推翻乔治亚州2020年总统选举结果呢 被起诉了13项的刑事罪名 而川普先前也透过个人的社群网站宣布 将会在24号到岸前往乔治亚州的富尔顿郡监狱报道 而当地时间的24号下午 川普的车队已经从纽泽西州出发到机场 媒体也捕捉到川普的私人飞机起飞的画面 而富尔顿郡监狱外呢 警方则是早就已经在加强戒备了 也有许多的支持者到现场呢 手举标语要力挺川普 你好我是宋燕鸣 想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 赶紧订阅按赞 开启小铃铛 锁定华世新闻YouTube频道